罗马书第四章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作公的得公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作公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 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 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 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 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四,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四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始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的声誉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我们称义。 复活 战舟